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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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慨到 此时京都只有你家营业 味道有独自一处 就叫独一处吧 于是福指挥笔 提起了独一处的匾额 天子临驾 又此牌匾 独一处自此名声大振 生意日渐兴隆 百年流传 古老的独一处烧卖 如今变得更加一彩分成 吴皇祥 独一处第八代 记忆传承人 二十五岁时受到奥运五环的启发 独创了缤纷的五色烧卖 口感和营养更加丰富 日生活绚烂多彩 五彩花蕊徐徐如生 香气扑鼻 一口下去鲜香失口 唇而不腻 也难怪数百年来始终吸引着五洲四海的时刻 蜂拥而至 迹象尝鲜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独一处 吴华霞女士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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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师傅 您好 大家好 我是独一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技艺传承人吴华霞 介绍介绍今天您带来的这个单品吧 我今天带的单品是奥运烧卖之后的又一个新品 五色烧卖 咱这个独一处的烧卖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我们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你看我们也是大字号啊 在我们北京城几乎提到独一处就是烧卖等同了 今天我们制作上是在现场品尝我们的五色烧卖 我们已经按耐不住了 朋友们 我们一起走进料理区 好 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现场 我们的料理区 吴师傅 咱们这头一步要做什么呢 和面 和面 那咱们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咱们加鸡蛋黄的 对 鸡蛋黄出来是黄色的 咱用的面是什么面呢 我们用的是内蒙的核桃雪花魂 它第一是生产周期长 第二是日照长 然后而且用的是麦芯粉 对 就是一百斤小麦出二十五斤面粉 一百斤小麦二十五斤面粉 对 我看这还有几个 这个是 这个coco的 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 那个是胡萝卜汁的 胡萝卜汁 那个是菜汁的 还有一个本色 白色 对 本色 这五种颜色 五种面到时候是要揉合在一起 是吧 对 上颜色 能理解 但是把五个颜色放一块吃 coco 胡萝卜 菠菜汁 这么多味道混为一个味 请问是什么味 它是一个传承的百年老店 它必须得在原谅技术上进行提升 这叫与时俱进 是不是 人家首先从这个外观来说 秀色可餐 我把这烧买做的丰富多彩颜色 而且咱还说了 五色入五脏 我强烈反对夏天老师的观点 丰富多彩 那最有营养的就是剩菜剩饭 绘的一块吃的是遮罗 但是有一点味道也不见得不行 因为这得看它蟹怎么做 它如果蟹胃重压得住 蟹要是胃太轻就不行 你看它这个现在开始搓条了 其实这种手法就很难将五个 均匀地形成一个匹配 咱们可以下季子了 我们这个新品出来以后 还是第一次公众于世 就是好多人都问说 姑娘你们那个怎么粘到一块去的 就以为我们拿什么东西粘到一起去的 对对对对 等于这个公益是头一回 对 在世人面前这个展示出来 对 现在那边已经在做这个 河野边了 多一处的烧卖传承百年 从货面到成熟共16道工序 由于走锤压皮和包制的过程颇有门倒 用枣壶状擀面杖 先擀出三寸大小的面皮 再用特制的走锤 将面皮压出别有寓意的24个花褶 每个面皮直径三寸三 中间厚一毫米 边上厚0.5毫米 包入铲饮 再包入25克的馅料 全用高筋面粉覆盖烧麦顶头 正是这样的面粉用废水烫过变数之后 才能保证烧麦的口感 有弹性 粘而不沾 美食传承百年的法则 就在严苛而极具标准化的制作工艺中 代代流传 您看看真像河野一张一张的 然后给浪起来就像一朵康乃馨一样 你看跟康乃馨一样 这个河野边的首先第一点 要行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四周要略薄中间略厚 防止掉底 第三点就是褶一定要均匀 每个褶要保持立着 另外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尽量不破边 咱们下一步呢 下一步调馅 好嘞 我们这些料都有什么呀 这虾仁 虾仁 鲍鱼 鲍鱼 然后马蹄 猪油 猪油 对 多一处的烧买虾料多变 而这其中 有以多一处的海鲜馅烧买 更为鲜香适口 虾仁的鲜和鲍鱼的香 混合在一起 堪称绝配 选用姜素的青虾 轻倒的十二头鲍鱼入料 将鲍鱼切粒 虾肉一半切粒 一半剁成绒 用虾泥将鲍鱼粒融合 放入盐和猪油即可 猪油的作用 是让鲍鱼和虾更香更润 海鲜虾以鲜味当力 品味食材的本味 才是百年传承的奥义 江波老师 这个鲍鱼的馅跟青虾搁在一起 这跟传统的馅是一样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 传统的馅鲜呢 最有名的叫三鲜馅 有很多人把猪肉刨出去 韭菜 鸡蛋 还有虾仁 说这叫三鲜馅 这一定要记住 这叫半三鲜 那真正的地道的三鲜是哪 猪肉 海参 虾仁 猪肉本身的鲜美味道 再加上海参 海参在这里干什么的 海参并没有任何味道 是增加它Q弹的口感的 然后再撬上大葱 再点上少许的香油 这是正宗的三鲜馅 我跟您的看法又不一样 鲍鱼传递的也是一个鲜味 而且它刚才使用的这种是鲜鲍 通过一个烹调方式呢 鲍鱼其实是一开始会脆嫩 然后把它一定包到火候合适的话 它会是软糯弹牙 您这个火候大家需要多长时间 是不是旺火足气 八分钟就能达到您所说的 这种长时间加热的火候 那肯定达不了 但是它这个鲍鱼 可以提前预制成熟以后 把它再切成粒 但是我觉得第一点鲍鱼贵 第二点鲍鱼不如蟹黄好 所以我觉得鲜鲍放在这里的 不起任何作用 现在我们馅儿也拌好了 馅儿也擀好了 这个梯子也拿过来了 马上就开始给大家制作 包传统烧麦 它应该是倒过来包 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就挣过来包 第一是想就不破坏 它这个花形的美观 然后第二就让它露出一点点的馅儿来 把馅儿露出来 对 让它周围这个花边 不露馅儿的时候吃得比较干 然后这样就比较润 咱们在包这个烧麦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就是把这个花边的 褶子均匀地分布在 对 所以要调整 对 就不能这一块多了 那一块少了 然后蒸出来它可能就一边倒 首先得给它弄均匀了 对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这个开口的处 这个直径和底下的直径一样的 就是蒸的时候 它不容易往一边倒啊 塌啊什么的 包完这个就可以上锅了 好嘞 这个要蒸多少时间啊 水开蒸五分钟就好 烧麦的起源到现在没有定论 没有定论 因为找不到足够的证据 但是呢 我自己的推论 我认为烧麦应该是起于山西 为什么 山西的北部 然后随着走西口传到内蒙 因为说它从内蒙诞生呢 有点疑问 是因为原来呢不是个麦产区 它没有这原料 好 我们的烧麦就要出锅了 嘿 您看更鲜艳了 好 我们百年老店 堆处的五色烧麦就制作完成了 请查完了 我们先由曹东老师先开始吧 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很有创意 为什么上边这个花这块 它总是这面粉有点干呢 我们那个烧麦 它那个用的那面干是事先蒸熟了的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烧麦呢 就像北方四五月间卖的 羊的那个卖花似的 然后完色之后 上面有一层白霜 就是那会儿就传承的时候 师傅说就这种上边 要吃出那个麦香的味道 最出色的是什么 我是分着五口去吃完这个烧麦的 那就是咱们在一个烧麦里边 可以吃出不同的味道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 这款面食单品 它是山西人乃至整个北方 都特别熟悉的一道面食 家常 简单 带有经典传式 那它是什么呢 请大家一起来看看 豆角闷面 我国北方家庭 最平常不过的四季主食 因其食材取得容易 烹制过程简单 无论城镇乡村 家家的主妇都能信手做的 是一道经典面食 自由闷面开始 它与豆角便是黄金搭配 豆角与焖面的融合 煮酒的这道经典美味 面条筋韧 豆角脆嫩 咸香味浓 马寒家的味道 翠绿的豆角 北汤汁浸得油亮的焖面 一锅下来 主食配菜 皆有 难怪豆角焖面 能够成为传世经典 一直流传下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三进国际饭店的宋新梅女士 您老师好 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三进国际饭店的董事长 开水来烫面 为什么要滚烫的开水 你用凉水活的面 你那面稍微一凉 它就嘎巴硬 然后你就吃着就不好吃 烫面我们是把它定义在 就是通过开水跟面接触 蛋白质就会产生凝固 然后淀粉和变性淀粉 就会产生护化 所以实际上吃起来这个面 如果是我们要从传统意义上的烫面 这个定义上讲 第一点就是软 第二点就是糯 那么软糯的口感是更多一些 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就给擀面了 擀面了 对 烫过面啊 解液它的标准有没有烫好 就这擀面的过程中不沾汗吧 这个薄厚呢 三毫米 手擀面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常主食之一 而这道豆角焖面 却对面处理有着严格的要求 将经过三揉三形之后的合格面团置于案板上 双手同时用力将面团按压成二十公分大小的圆片 之后用擀面杖从面团边缘分八个方向 分别向面团终点擀制 每换一个方向 需用手将面片抛起旋转 直至面片成为厚度三毫米的标准圆形大片即可 过后则口感偏硬 过薄则面条一段 将擀好的圆形面片卷到擀面杖上 用刀顺着擀面杖擀的方向将面切开 面片顺势散落下来 再将切开的面片横刀切成长度为十厘米的面条胚 接下来的切面最是考验厨师的刀工 左手揽面 右手握刀 十厘米宽的面条胚 在厨师娴熟的刀法下 变成一根根2.5毫米宽的面条 粗细一致 根根分明 正是因为这种对标准的严苛要求 才使这道豆角焖面的味道百年不变 经久穿世 已经开始切了 咱们这个平时做这个焖面 都是纯手工制作这个切 纯手工制作 纯手工 然后呢 这上锅蒸 还得撒上一些油 撒一点点 它是为了这个就是粒 撒一点点油 这就可以上锅了 对 蒸这个7分钟到10分钟之间都可以 好嘞 焖面有很多种的成熟方法 有生着直接放到这个锅里去焖至成熟 有呢 把它焖到一半的时候 拿出来以后上屁再蒸 蒸完以后再放回去 那咱们今天做的这种方式呢 是要把这个面先去蒸得基本全熟 再放到这个汤水里边一起再焖制一下 但是这个入味现在我再打问号 烫面经过再蒸制 那么通过焖扁道 然后热烹热 可能那个入味的效果 就是热烹烹要好一些 对对对对 看到了啊 我们的面已经出锅了 对 你看烫面 好 这是蒸好了 蒸好了 你看很有弹性吧 对 现在是把这个面 这闷上去 豆角门面 能够区别于其他面食的口感 全在一个门子上 全用无精厚肉的四季豆 豆粒较小 口感爽脆 切成四厘米长的小段带用 葱姜蒜 去先拍碎后再切 使汤的香味完全释放出来 花椒大量量油下锅 慢慢煸炒 激发出香料的味道后 下切好的葱姜蒜爆香 然后放入豆角快速翻炒 直至完全变色 水分蒸发的同时 会带走生豆角中苦涩的味道 之后再加入清水 豆角小火焖炙 待熟透之后 加少许酱油调味 便可将这道面食的主角 蒸好的手擀面下锅 面的焖炙就从此刻开始 这个豆角啊 它不熟的状态下是有毒的 般去除这个毒 我们需要给它加热到什么温度 和多长时间 才能有效地去除掉这个毒素 如果100度的条件 满足8分钟以上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溶血灶带类的这种 我们说的就基本上就容易降解了 但是呢就一定要保持到100度 所以您别老一会儿先锅 两会儿先锅 三会儿拔了 这是不允许的 而且还有一个它这个提前炒的过程 对 其实炒的这油炒的这个温度比100度要高 更高一期 对 所以说它实际上是加速它的这个扁豆的成熟的 所以开始要炒制一下 这样的加热过程不但能去除豆角当中的毒素 还能保留其中的营养 对 好 现在加一点蒜末在上面 现在我们这儿放的是 生抽 生抽 这个要放点 这个要加一点 这个是 一点点醋 一点点醋 对 OK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 最后再撒一点香菜 就可以出锅了 经过我们师傅们的认真烹调 这道有着家常风味 山西人吃了几千年的豆角焖面就制作完成了 这一碗焖好的面 根根分明 每一根都油亮红润 每一根上都浸满了豆角的清香 闻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再配上这一碗浓浓的小米黄豆粥 堪称家常面食当中的 传世之味 各位吃完了 我们就从高老师这儿先开始吧 这碗面很难平 非常难平 这是一个很家常的味道 但是呢 您又为了健康 所以您减油了 这减油减坏了 如果因为您又是先蒸熟的 您这油一少呢 嚼了之后就有点像嚼烙饼 多好吃啊 就是这种不要那么牛牛腻腻腻的东西 才可以吃下去 你想啊 面可能淀粉含量比较高 对不对 那我们这碗面是传统的 它又没有过多的丰富的蔬菜 再加上油谁还敢吃啊 这点我跟高老师不同 我喜欢 印度是一个能歌善舞的 这么一个民族 这么一个国家 这指尖上的舞蹈 更能体现这印度面食的韵味 Hello Namaste 我的名字是Candan 我来到印度里面 江南 印度人 任职三色莲花 印度餐厅店经理 Chapati在印度 是最平常的存在 土生土长的印度人 或者长途旅行 或者乘坐火车 都会带上自家制作的Chapati冲击 这种由之间灵动 所产生的食物 在每位食一颗的手上 都能品味出 其独特的异乡韵味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制作这个Chapati的 三色莲花餐厅的 江淡先生 欢迎您 你好 大家好 Namaste 刚才说的这个叫 江淡先生 其实是他的中文名字 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您这个印度名字是 Chapati 我叫Chapati 今天您带来这个Chapati 是咱们印度一个非常传统的面食 是 Chapati翻译成我们这个 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是家乡软饼 家乡软饼 对 那对您是家乡软饼 对我们来说就是 印度软饼了 可以 好的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走下料理区 好的 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料理区 您看 异域风格就出来了 对 头一部该干什么呀 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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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开始吧 江淡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面粉跟咱们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面粉是印度的一个黑面粉 印度的黑面粉 黑面粉 对 这印度人喜欢吃黑面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黑面就是因为在麦壳当中啊 就没有把麦壳脱净 甚至有的将麦壳都磨成面粉 咱们普通话呢叫做一锣到底 俗称叫做全麦面 为什么这个麦肤有营养 是为了摄取里边的维生素B族 但是小朋友的脾胃很差 往往越过早介入全麦粉 越容易产生小麦的排异性 称之为叫做麦粉过敏 这个和好之后大概得醒多长时间 差不多20到25分钟 20到25分钟 面团在印度人的制作过程中 指尖与面的韵律是揉捏按摩和敲打最精华的提炼 在主料黑面粉中加入盐和水促进面粉结成团 通过持续不间断地按压揉捏 增加面粉分子间的粘合力 适度地加入定量油脂 经过多次反复施力揉合 面粉分子紧凑而富有弹性 这时面团只完成了揉刃的部分 接下来的按摩可以更进一步满足尽道的追求 指尖与手掌在反复的动作实施中 自然而然地促使力道进入面团 大力度强烈的拍打动作 让面团分子间的融合更加紧密 动力性最魅力的存在 便是时间赋予食物神奇的质量转变 面团经过拍打后得以静止等待 空气中的养分子与面团充分结合 时间让分子们得以接触交融 二十分钟的苏醒过程后 最劲道的面团便得以实现 好嘞 我们面也醒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给面团做马杀鸡 这师傅这手劲特别好 真是这个指尖上的韵味这种感觉 我现在都能感觉出那劲头了 这个剂子这个一个大概有多重 大概 三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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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您看人家的手法 第一步这个剂子就算是揉着完成了 下一步呢 拍一下 先拍一下 拍一下 就这么摁一下 对对对 我们陕西话叫捏一下 就这么揉 对对 好 现在开始感制了 对 它们饼基本分成两类 像这一种 今天我们做的这一种 它是属于不发酵的 是属于南印度的吃法 北印度呢 它们叫南 是发酵的 是发酵的 您看人家这甩着一下 感觉多好 这张饼就算赶完了 就赶完了 好嘞 现在我们这个饼称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都说这个印度这个饼 制作过程特别漂亮 就这个不放油啊 不可以放油 不能放油 对 你看这来回这么翻动 放这就直接就起来了 对对对 以后可以它 哦 这么直接招火 对对对 起来了 这跟我们这个泡泡油膏似的 嘿 对对对 嘿 您看看 这感觉特别好 这派艇制作最神奇的 就是面饼膨胀鼓起的瞬间转变 火焰以高温作用影响面饼 从逐渐鼓起到膨胀补破 指尖的作用在此刻 以最直接的方式进行考验 面团柔和的过程中 大量水分子加入其中 面饼仅坚持定型后 由大火高温烤制 面粉中的水分子被高热量快速蒸发 丰富而饱满的水蒸气 使得面饼鼓起膨胀 当外界热量逐渐褪去 水分子在温度下降的过程中 流逝抽离 这派艇的最佳状态由此达成 你看这起泡 你看这泡一样就起来了 真好 这是手艺 真是手艺 对对对 我一会儿跟跳舞是一样 那种灵动的感觉 现在我们三个饼已经准备好了 好嘞 现在我们做咖喱 咱们这个软品会有几种咖喱 软品做我们三种咖喱 三种咖喱 今天给我们展示是哪种咖喱的做法 我们做麻沙拉鹰嘴豆 对对 我们现在做一个麻沙拉 以后可以做麻沙拉鹰嘴豆 先做麻沙拉 对对对 这这两个东西很苦 对 一个汁 洋葱和西古鸡一起做的一个汁 咖喱你就当它是印度式三香 你三香怎么用 咖喱就怎么用 咖喱这个词或是麻沙拉这个词 它本身的意思是综合香料 所以这个咖喱或是麻沙拉 并没有固定的配方 每家每家做都不一样 就跟北京人炸酱面 每家做都不一样 印度人每家做的咖喱 就是这一大堆东西放在一起 叫咖喱 而不是单门有一个树上 长出来叫咖喱 对吧 现在这个有点油 少放一些油 对 这个是洋葱现在 对 洋葱 这得几勺啊 五勺 五勺 五六勺那样子 先翻炒 以及弄一下这个 麻沙拉 对对 现在我们该放这西红柿了 对对对 差不多像四个手 现在将这个 把西红柿丁和这洋葱 对 搅拌在一起 对对对 以后我们可以给这个 辣椒粉 辣椒粉 对对对 有点辣椒粉 有点 自然粉 这个是一个印度的三个调料 和一起做的一个调料 哦 是个混合调料 对对对 是印度的 对 现在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 印度的厨房的一个调料 也是印度的 对对对 印度特色 明白了 好 我们看这个 麻沙拉已经做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下一步 把它变成 麻沙拉硬嘴豆 也是先放油 对 软一下以后可以给蒜 先放蒜 对 这样 这样 这样差不多两个 好了 现在放是这个 洋葱汁 哦 这洋葱汁做的 是这颜色 我头一回见 现在哦 对 这是刚才做好的麻沙拉 对对 刚刚做的这个麻沙拉 现在我们可以给 鹰嘴豆 鹰嘴豆 主要是豌豆的分支 它是鹰嘴状的豌豆 也叫鸡心豆是吧 对 所以呢 这个它里边呢 富含了我们一种人体 非常非常不容易 在其他食物当中 摄取的营养 叫做鑫 哦 鑫对于抑制 对于长头发 对于眼睛的明亮 非常管用 再放一勺椰奶汁 你看多丰富 我们这个食材 什么都有 现在我们这个 麻沙拉硬嘴豆 这酱就算出锅了 好了 好嘞 咖喱在异度美食中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风格迥异的咖喱 搭配chapati 美味的韵味 由此演变 传统美味黄咖喱 由马沙拉会 鹰嘴豆 味料完成 新鲜的食材 在希腊的咖喱刺激下 释放纯正浓香 菠菜泥会涂的话 绿咖喱 取蔬菜清香精华 结合土豆中淀粉成分 伴随咖喱的介入 浓郁而不失清爽 而马沙拉会烤鸡块 红咖喱 相比较而言 则更具鲜醇韵味 肉脂的介入激发出 咖喱新的力量 共同组成鲜嫩肉汁 与浓醇咖喱的味蕾载体 三种味料各具风格 手指以chapati 占取食用 或灯汁或混合 直接的旋律 由此延伸至舌尖 味蕾的满足 让云味在舌尖记忆流寸 现在我们饼和三个咖喱 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们这道chapati 印度软饼就制作完成了 哈喽 你好 您好 您好 谢谢 不客气 你辛苦了 真香 哇 好 苗老师 我觉得哈 咱们那个吃咱们的这个 特别有特色的异语风味 先请咱们的这个印度的老师们 跟我们讲讲这印度的礼节 怎么吃 给待会咱们一吃 也不预备快乐 我们这不太会呀 这个饼 饼 你的三个手指 三个 有三个手指 对 手指 吃一看 你看看 要不然咱露茄子吧 你可以咱里的上面 你可以 以后你可以这样的吃 明白 是这意思吧 对 你看三个手指 对 拿起来 拿起来 吃 走 对 我们感受到了 来自印度指尖上的韵律 从指尖到舌尖 它是一种感受 怀着对家乡的一种崇敬 怀着对饮食文化的一种崇敬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 来自印度的味道 各位老师 发表发表意见吗 我觉得很好吃 这就不用说了 三个咖喱的味道 从色上来讲 一般来讲 绿色代表什么 比较环保 肯定是清淡的 我一看 我就觉得它肯定不辣 那红色代表什么呢 我们一想到红色是热情 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味道 比较重的是辣的 那接下来就是黄色 黄色代表什么 代表财富 那财富的就是不辣不甜不咸 刚刚好的味道 所以从咖喱的颜色上 我觉得就非常的棒 接下来我推荐的这款单品 不光年轻人喜欢 而所有人都喜欢 它是有着百年历史 家喻户晓 并独具一格的 一款经典的小吃 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香辣小龙虾馅的生煎包 是德智生煎 最近推出的单品 另一批西进的创新制作工艺 是这款生煎包 迅速引起人们的热议 极具入味的香辣小龙虾 加上传统生煎包的皮冻 混合调制而成 既保持了传统生煎包的汤汁 又契合了加入了 小龙虾的香辣口感 二者的完美结合 让这款江浙地带的传统小吃 迅速占领全国人民的位类 成为时刻最新的宠儿 正是这种对传统的独特创新 让这款生煎 成为了热搜的名吃 诗之名贵 我们有请德智生煎的董德智先生 您看巧不巧 咱们这是第二次来生煎了 上一次小杨生煎也是我推荐的 董先生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董德智生煎的创始人董德智 今天咱们带来的单品是什么呢 是香辣龙虾生煎 龙虾生煎 我在别的地方好像没有见过 是的 我这个是别的没有 只有我们一家有目前 全国独一份 对对对 这个小龙虾本来就很多人都喜欢吃 对 就是看着这个市场 那好吧 我们就看看咱们这龙虾生煎怎么做 一起走进料理区 董德智先生 咱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工序吧 我们现在第一步呢 是先开始做我们的龙虾的蜜脂酱料 首先呢就是要做这个香料油 我们现在看这个油啊 已经放进去了 现在放的是 是18种香料 香辣小龙虾生煎煎的特点 全部凝聚在馅的制作上 而馅的精华则是小龙虾 做香辣小龙虾 首先要熬制蜜脂酱料 锅中倒入色拉油 生姜 洋葱 以及枝子花 螺汉果等18种香料 中药菜油炸 高油温的炸汁 能使香料的味道充分释放 18种香料在此刻融合 油炸到5分钟 最后捞出 接着放入皮线豆瓣酱 香辣酱 湖南剁椒酱 慢火熬3分钟 多种酱料相互渗透 最终形成独特的蜜脂酱料 香辣小龙虾的制作 则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 将小龙虾焯水取肉 取蜜脂酱料一勺 加水 加入小龙虾 小火慢熬半个小时 把小龙虾煮至入味熬出 这款备受期待的热搜面试的核心味道 就此蓄势待发 好 现在咱们加上调料 咱们拌的时候是先加葱姜汁 咱们选用的是什么肉啊 我们用的是前腿肉 因为前腿肉呢 它是肉汁细腻 不油腻 口感好 拌出馅呢 有弹性 放上酱油 是生抽吗 还是老抽 生抽老抽都有了 这是咱们秘制的调料 秘制的调料 对的 秘制的调料倒进去以后呢 一定要也是稍微抓一抓 然后把它顺时针 顺时针呢 然后把它打上劲 现在呢 咱们放上白糖 白糖 这是白糖 咱们的时间包里边都是有点 甜味的 对 甜味的 为什么馅里边还要加白糖呢 里边的花椒面 辣椒油啊 你看这个颜色 都很重 它用这个糖来去调和咸 麻 辣 正常的呢 咱们拌这个鲜肉生煎啊 到这儿 其实这个鲜肉的料 却就全部加完了 但是咱们现在呢 经过这个德智创新了以后呢 咱们现在里边加了这样一个 蜜汁酱料 蜜汁酱料 就是咱们的香辣小龙虾的 熬的那个料 对的 现在咱们把它加进去就成了香辣小龙虾的了 哦 这熬一次料 这两种都能用 对的 来 现在我放的是什么 咱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熬好的肉皮冻 对 咱们的肉皮冻呢 里边是加了老母鸡 火腿 猪大骨 鲜肉里头加这皮冻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肉质啊会比较紧致 对 那么加了皮冻以后 它的口感汤汁又多 本身咱们做生煎包皮就薄嘛 然后再加上汤汁多 肉馅又大 咱们面皮吃起来呢 口感又比较酥脆 这个感觉就是完美搭配 它们这个配方跟小龙生煎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对 两家哪个好呢 我觉得它这个好 这个汤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鲜美的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肉皮冻 所以呢这个冻呢又能够 脸住这些汤 所以在我觉得啊 就是说它这个要比那个小羊生煎效果要好 何主任说的我特别特别的反对 这个汤我也有意见 您对这个有意见 这个汤下料太复杂了 因为吊汤以吊汤来说 猪大骨有猪大骨的口味 鸡汤有鸡汤口味 所以你到底哪一个味道为主 哪一个味道为辅 大骨 火腿 鸡骨 啥都往里头割 再下皮冻你这到底是猪骨汤还是鸡骨汤 咱们这个线心呢就算完成了 好 咱们要先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两个小时 咱们才能拿出来包制 打完了以后啊 你一放冰箱里边以后一降温 降温以后呢 它这整个的肉质就更紧实了 就爆团了 这样呢在我们包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容易 它就不吸不散了 但是把这个皮冻和拌好的酱肉坯放在一起 放在冰箱里头 严重地影响皮冻本身的汁液的多少 所以没有把酱肉坯 拌完了之后就拌皮冻了 现在咱们该和面 我面粉有讲究吗 咱们选用的是中筋粉 然后口感比较好 也比较酥脆 现在呢咱们加上咱们的酵母粉 这要发的 全发吗 半发 半发面的 半发面 面皮吃起来的口感比较好 而且它不容易吸汤 像咱们这个面 和好了以后 饧个十来分钟 咱们就可以包制了 饧个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对 咱们这个面呢 算饧好了 饧好了 现在呢咱们把它切成条状 搓成长条 然后把它揪剂子 咱们的剂子呢 一般呢是22克 22克一个剂子 这是咱们沾一点点油 因为咱们每一个 它码在锅里的时候呢 一个是挨一个的 这样子的 它不会粘在一起 那么拿出来 咱们卖的时候呢 就不会漏汤 这擀皮有什么 特殊的要求吗 擀皮的话 我们是烧完油了以后 你这样子擀的平擀 但是手的力度不要太重 厚度是三毫米 直径是九厘米 好 现在呢咱们开始包了啊 包了呢是 咱们先把这个虾仁啊 放在口上 哦 四个龙虾虾仁 对 再加上咱们的这酱 我们包制的时候呢 是这个右手的手指 要往上稍微提拉 提指 包制的这个边呢 就会比较薄一点 吃起来的口感呢 这个收口的地方 就不会有一个面疙瘩 现在我们包的是鲜肉的 哎 包鲜肉的 喜欢点这个的也多 有的他们都是点双拼 双拼 它可以点几个鲜肉的 几个小龙虾的 这样子拼着吃 现在我们是不是该煎这个了 对 煎生煎 特想看看它是怎么煎的 我特别担心 就这种生煎包煎的时候 就是油 油都吃到那个包子里边 它这煎的上面那个酥度 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那就拿油浸的嘛 对 煎生煎对油了 对这个水了什么 有什么讲究吗 它是靠水油混合煎法 我看了现在是 等于没有热之前 就先把这放进去 不用盖这个盖吗 等温度上来以后呢 再加水 这个那个蒸汽蒸发的时候 把它盖子盖上 那个蒸汽再焖 然后它跟蒸熟 下面是烤油把它煎熟 明白了 它就是水油混合煎法 我们看底下这个底 已经现在焦黄了 现在开始添水 看见了吧 就要这一下油浴水 将包好的生煎包 依次放入煎锅中 倒入刚铺满锅体的 少量花生油 盖上锅盖 开大火 在静置两分钟后 打开锅盖 加入冷水 细小的水珠 在空中迅速绽放 接着再静置五分钟 此间依旧用钳子 转动煎锅 让每一个生煎包 更加受热均匀 再加入一次冷水 水油混合至生煎底部 呈现金黄 最后撒上白芝麻和葱花 这款自带热搜体质的 生煎包 终于出锅 可以 好 我们的生煎就煎好了 这道传统与现代 所结合的传统小吃 德智生煎 就制作完成了 德智生煎 将上海最传统的生煎包 和现代人的味蕾相结合 赋予了新的生命 让这拥有百年历史的 上海生煎包 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火力 这也成功地吸引了 很多很多人的关注 是真正的热面热搜 各位老师已经品尝完了 今天我觉得咱们德智生煎 是我在这么一大期的节目里头 相对比较满意的生煎 咱不跟别的比 咱们就说生煎和生煎 相对比较满意 而且配这个茶非常非常地好 世界面试大会 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